一个男孩从农民那里花了一百美元,买了一头驴,农民同意,第二天把驴带来给他,第二天农民来找男孩,说,对不起小伙子,那头驴死了,男孩回答,好吧,你把钱还给我就行了,农民说,不行,我已经把钱给花掉了,男孩说,OK,那么就把那头死驴给我吧,农民很纳闷,你要那头死驴干嘛? 男孩回答,别担心,你不告诉任何人,这头驴是死的就行了。一个月后,农民遇到了男孩,问他那头死驴后来怎么样了,男孩说,我举办了一次幸运抽奖,把那头驴作为奖品,我卖出了五百张票,每张两美元,就这样,我赚了九百九十八美元。 农民好奇地问,难道没有人对此表示不满?男孩回答,只有那个中奖的人表示不满,所以我把他买票的钱还给了他。 思维一书中提到,思路决定出路,方向决定人生,想法决定做法,方法决定效果,脑袋决定口袋,只有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,另辟条属于自己的蹊径,才能白齿干头,更进一步。 你认同吗?